歡迎同學們收看我們這次的教學內容 來我們前面介紹過二次函數的圖形 也介紹過它的評依 接著老師要介紹一個非常重要觀念 二次函數的橫正橫負 這樣請不請 好介紹二次函數的橫正橫負之前 我們先要介紹一下二次函數 拋物線與A軸的焦點 什麼叫焦點 老師想請問一下 兩條直線焦點怎麼算 麻煩你把兩條直線抓起來 結案連例 連例算出來幾 就是它們的焦點 對吧 所以說我今天要求二次函數 與A軸焦點 麻煩就把二次函數 和A軸抓起來連例 那問題來了 什麼叫A軸 A軸叫做Y等於幾 0 所以說我就把這二次函數 拋物線和A軸抓起來 結案連例 去把焦點算出來 這樣可不可以 問題來了 這時候可以用加減消去法嗎 不行 所以說我直接用什麼方法 帶入消去法 把我有幾代 0 帶進去 帶下去之後 會得到一個一元二次翻程式 有沒有 會得到A軸方加BX加7等於0 問題來了 這個翻程式一定有解嗎 不一定 有沒有只要看著判疊式 B平方-4AC有沒有印象 如果說判疊式大A0 老師想請問一下 對這翻程式而言 這時候有兩相義十根 對吧 所以說有兩相義十根 可見可以解除幾個X 兩個AX 可見有A軸焦點焦幾個 焦兩個 這樣行不行 再來 如果判疊式B平方-4AC等於0 代表說這個翻程式有兩相等十根 兩個相等十根 換句話說也就只有幾個X 一個X嗎 可不可以喔 代表說這時候與A軸焦點焦幾點 一點 這樣行不行 再來 假如說判疊式小A0 可見這翻程式有沒有10根 沒有10根沒有10根可見 這時候跑步線與A軸焦點 沒焦點 這樣可不可以 所以衝合這觀念之後 老師可以推得 其實我們跑步線 弧形劃出來的幾種形態 有六種形態 第一種 它可能開口朝上與A軸焦兩點 也許是開口朝上與A軸焦一點 或是開口朝上與A軸焦一點 還有嗎 還有 開口朝下焦兩點 開口朝下焦一點 還有開口朝下沒焦點 這樣可不可以 可以喔 其中 開口朝上A大於0 與A軸焦兩點 會有兩個10根 對不對 可見 判疊式會怎樣 大於0 開口朝上A大於0 與A軸焦一點 只有一個10根 所以判疊式等於0 開口朝上A大於0 與A軸沒焦點 有10根 沒有10根 可見判疊式會怎樣 小於0 這也是一樣 開口朝下A小於0 與A軸焦兩個疊 兩個10根 所以判疊式 大於0 開口朝下A小於0 與A軸焦幾個點 一個點 一個10根 判疊式怎樣 等於0 開口朝下A小於0 與A軸沒焦點 沒有10根 判疊式怎樣 小於0 所以說什麼叫做 翻層式的根 所以翻層式的根 就是圖形與A軸什麼 焦點 這樣可以 可以喔 焦兩點 兩個根 判疊式大於0 焦一點 一個根 判疊式等於0 對吧 沒有焦點 沒有根 所以判疊式怎樣 小於0 這樣可不可以 可以喔 來 我們看一下這一題 我們先看一下 今天有一個跑物線 它圖形 像這個樣子 行不行 麻煩求A B C 這三個點 點坐標 怎麼算 我先把這跑物線 先寫下來 我們今天先看好不好 什麼叫A按B A按B是與A軸 交點 對吧 所以第一件事情 我先把A軸 交點算出來好不好 也就是把A軸 和B點算出來 什麼叫A軸 A軸叫Y等於幾 0 所以說這時候 找把跑物線 A軸抓起來連力 好不好 把Y等於0 這兩抓起來連力 什麼連力 然後幫你Y用幾代 0代 代下去 代下去得到一個 1元2次 反乘4 把它抓起來因十分解 A-3 A加1等於0 所以說算算 A可以幾個答案 兩個答案 三或四七 負一 所以說這這裡 A軸交兩個點 這兩個點 一個是三 一個四幾 負一 就A點而言 A點在這邊 可將A可以走什麼號 負號 所以說告訴我 A點坐標 A可以是三 還是負一 負一 所以 A點坐標會是幾 負一 0 B點坐標在這邊 所以A可以走 總號 整號 所以B點坐標 A可以走是幾 3 對吧 A可以走是3 Y軸是幾 0 那行不行 再繼續 什麼叫C點 C點是什麼 與Y軸交點 對吧 什麼叫Y軸 Y軸叫X等於幾 0 交點怎麼算 把這兩抓起來結案 連立 把A可以是用0帶 帶下去 得到Y等於幾 負3 所以老師可以知道 這C點坐標 A軸是幾 0 Y軸是幾 負3 所以C點坐標就是幾 0 負3 就出來了 好不好 這個非常基本 我只是幫大家去了解一下 什麼叫A軸交點 什麼叫Y軸交點求法 可不可以 可以 然後 來有這些基本觀念之後 我們再看幾下 我正式在介紹一下 二次函數 拋物線的橫正橫負 其實 剛才也在強調 我二次函數圖形 劃算有這六種狀況 我才強調 什麼叫二次函數 解采的事情 Y等於幾 A5 那加BX加C 它圖形是個什麼線 拋物線 老師想請問一下 什麼叫Y 什麼叫Y Y是代表這個四次的答案 所以說你又想過 但你X是用一代 代出來答案是多少 是Y就多少了 所以Y可以說是代表這整個四次的答案 對不對 好 你看一下 我剛才講過 好不好 我拋物線圖形有這六種 你看一下這六種 我們先看上面這三個 這三個圖形當中 告訴我誰最特殊 誰最特殊 這三個當中 哪一個最特殊 你看一下 對這跑物線來講 它Y軸有正的 有負的 有零 對這跑物線來講 它Y軸有正的 有零 對這跑物線來講 它圖形所對出來的Y軸都什麼 整數 我一再強調什麼叫Y Y代表這個四次的答案 對不對 所以說對這圖形來講 它Y軸有正的有負的 所以說這個四次有正的有負的 對這圖形來講 Y軸是正的和零 所以說對這四次而言 它答案有正的和零 問題來了 這個四次 它圖形都在上面 對不對 可見它Y軸都什麼數 正數 代表什麼意思 代表X不管用多少蛋 算出來這答案都什麼數 正數 像這種現象 我們在數學上把它叫做 橫正 什麼形 所以說什麼叫橫正 代表說我二次圖形畫出來什麼線 拋物線 代表這圖形都在上面 什麼形 像這種現象叫橫正 那橫正有什麼特性 剛才講過 第一個 它開口朝上A大一零 以A軸沒焦點 所以判別世界按小一零 所以說只要滿足這兩個條件 那我可以知道 我二次圖形這個拋物線 這個四次算出來答案都會是什麼數 正數 這樣可不可以 再來 你觀察一下這底下 好不好 一樣 你看就知道 這個四次什麼 圖形都在下面對不對 因為這個四次有正的有負的 這個四次有負的有零 而這個四次都在底下 它圖形都在底下 Y都是什麼負的 像這種狀況 我們在數學上把它叫做什麼 橫負 所以說什麼叫橫負 橫負 因為二次圖是什麼線 拋物線 橫負代表什麼意思 代表這拋物線圖形 都在下面 都在下面什麼特性 第一個開口朝下A小A0 與A的時候沒焦點 所以判別是怎樣小A0 所以說以後一個二次圖數 滿足這個條件來講 老師可以知道 它圖形都在下面 算出來答案都是什麼 很不 這樣行不行 來怎麼說老師舉例好不好 比如說你看這個四次 它Y等一起 X0番-4A加3 你看看這個四次 你看 你把X0代 0-0加3 算出來Y3 把X1代 1-4加3 算出來四起 0 把X2代 4-8-4加3 算出來四起 負1 所以說因為X的不一樣 所以說這個四次算出來答案 有正的 有負的 有0 看行不行 但是 你看一下這個四次 X0番-4S加5 就很好玩了 X0代 0-0加5 算出來四起 5 X1代 1-4 負3 加5 算出來答案四起 2 X2代 4-8 負4 加5 算出來四起 1 你再繼續代下去 你會發現到一個現象 什麼現象 你不管X用多少代 這個四次算出來答案都會是什麼 正數 所以說這個四次 我們在數學上叫什麼 它叫橫正 而這個四次有正有負 對吧 而這個四次不一樣 它怎麼算都正的 對不對 X不管用多少代 它都什麼數 正數 所以說這個四次叫橫正 但你看一下 你看一下這個四次有什麼特徵 它判別式 大A0 判別式大A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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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與A軸交兩點 所以算出來答案有正的有負的 所以說有正的有負的有0 這樣行不行 所以說總而言之 以後只要一個四次滿足這種現象 老師就可以推得 它圖形都會在上面 好不好 它算出來答案橫正 如果圖形滿足這個現象 好不好 OK老師可以知道圖形都在下面 這個四怎麼算都什麼 橫負 這樣行不行 拜託 有些同學亂記 什麼記 什麼叫橫正 什麼叫橫負 都是負的 所以橫負詞代表都是負的 所以說A小A0 判別式小A0 那什麼叫橫正 橫正都是正的 所以A大A0 判別式大A0 錯 所以說你要知道一個關鍵點 不管橫正還是橫負 它最主要條件 都是因為判別式小A0 因為判別式小A0 所以說造成這抛物線 與A軸沒有交點 沒有交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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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說圖形要嘛都在上面 要嘛都在下面 A大A0 所以造成都在上面 叫橫正 A小A 代表圖形都在下面 所以叫橫負 所以橫正橫負 最主要條件 就是因為它判別式小A0 它與A軸沒有交點 才會形成這種特殊現象 但可不可以 配合是非常重要 好不好 OK 來我們看一下底下 題目的地方 它說有一個二次函數 橫負 那同學們 你也不要實際 它說橫負 求K的範圍怎麼算 不要實際怎麼說 既然說圖形橫負 我就直接畫出來理解 好不好 橫負嘛 二次函數什麼線 抛物線 需要橫負 老師可以知道 這抛物線圖形都在下面 都在下面兩個特徵 第一個開口朝下 A小A0 與A軸沒交點 所以判別式解案 小A0 所以橫負有這兩個條件 有沒有看到 所以說根據這兩個條件 第一件事情 好不好 A小A0 所以說K要解案 小A0 第二件事情 判別式小A0 判別式式解 並方減起4Ac 所以B平凡 K加1平凡 減起4Ac 減掉4乘K乘K 減掉4K平凡 小A0 這樣行不行 所以說我知道 很不滿 所以說第一個條件 A要小A0 所以K要小A0 判別式 B平凡 減起4Ac 也要怎樣 小A0 麻煩你把這邊 K加1平凡 乘開行不行 乘開是 K平凡加2K加1 K平凡減4K平凡 不 3K平凡 加2K加1 小A0 欸 解不等式有條件 領導係數於什麼號 正號 好不好 麻煩你先把大家同乘負音 同乘負音 同乘負音之後 麻煩你小A變什麼 大A 需要這邊之後 麻煩你把它刷起來 因式分解 把它分解成多少 3K加1 K減大A0 好不好 好 解這不等式 不管大A小A 先看什麼 等一零 等一零K是負三分之一 等一零K是幾 等一零K是幾 老師講過好幾次了 大A取什麼 兩邊 所以說K 要嘛比負三分之一小 或者K比一大 行不行 算到這邊不要太高興 第三步 麻煩你綜合 前面這兩個答案 看行不行 我換一條書線出來 好不好 剛講過 K要嘛怎樣 比一大 或是K要嘛怎樣 比負三分之一小 所以說麻煩一在右邊 負三分之一在左邊 K要嘛比一大 或者比負三分之一小 所以說圖形是在這兩邊 但是注意聽 你算出來這個圖形 這個答案不要太高興 為什麼 因為一開始老師講一句話 K要怎樣 小A0 你看一下 1在這 負三分之一在這 可見0大概在這邊 對吧 K要小A在這邊 所以說這兩圖形 重疊的地方是哪一塊 這一塊 所以說老師可以知道 可見今天K小A幾 負的三分之一才對 這樣可不可以 好 到這邊是我們橫正 橫負的觀念 請同學們整理一下 我們休息一下 待會再繼續 OK